对日系潮流有所研究的时尚老手来说,绝不会错过知名厂牌Undercover,其是从街头潮牌起家,并且以大胆又反叛的独特设计打入法国时装圈, 超乎现实的想象力与设计力,使其备受年轻族群的青睐。而Mannhattan Partage特别与其携手推出的邮差包,不仅透过黑白极大的反差色调呈现品牌商标花样,同时兼具实用性的功能也令人爱不释手。 可惜的是本品在网络上的介绍内容并不多,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再选购前多家咨询卖家。 平日临时出门买个东西,总是会想轻装上阵。 刚好这款商品的尺寸较为小巧,而且除了选用品牌独特的尼龙材质,宽敞的内袋依使用防水镜加的PVC, 让日常的清洁保养更加简单好上手。而它的结构设计,可另行在装上肩背带作为鞋背包使用,或是直接以魔鬼粘加装在脚踏车前方的龙头上,并透过极具巧思的顶部拉链,而利于拿取包包内的物品。 当然,也由于本品诉求轻便好携带的设计,其容量较不适合应用于上班、上课或旅行的情境中,请各位在购买前务必思考自己的主要用途。 如果不喜欢黑色油拆包的暗婶,却也担心素色包款容易沾染脏污,那么可别错过这款充满迷彩色调的商品。 它承袭了品牌油拆包简单实用的特色,前盖可透过魔鬼粘来开合,里头亦有拉链隔层可收纳贵重物品。 整体来说很适合搭配街头休闲风格的服装,成为点亮穿搭的单品。 顺带一提,它的织带上配有金属的长度调整环,耐用度自然比一般塑胶还来得高,也为全体偏暗沉的色调带来一个吸睛的亮点。 若想挑战更活泼亮丽的款式,同系列亦有粉红包款可选优。 无论各位正准备一趟两天一夜的小旅行,或是与孩童前往踏青,想必这个包款都能在旅程中配上用场。 由其它具备多达20升的宽敞内袋空间,足以收纳水壶、替换衣物、尿布等物件,并搭配扣环式的加大开口,可让使用者轻松拿取袋中的物品。 而内外防泼水的坚韧材质,不仅持久耐用,可同时手提、兼备的设计,亦大大提升了商品的实用度。 此外同系列亦有鲜艳的橘黄配色,且均有反光镖条在夜晚吸引用路人注意,可谓一款具备强大功能的优质商品。 不同于市面较为常见的红标产品,本品在酷炫黑色的外带,缝制上了品牌经典的黑色标志,与反光条,带来与众不同的大人风格,相当受到商务人士的爱用。 此外,厂商使用高达1680D且具有低调光泽感的Cordor防泼水涂层布料,除了抗刮、抗磨损的强韧度,还保有着柔软的手感,更加强了缝线中的密度结构。 除了有利于延长商品的使用寿命,整体造型更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,难怪会是一款备受推荐的高人气作品呢。 如果喜欢将随身物品分门别类的整齐收纳,欢迎参考这款功能强大的包包。 首先它的外观设计相当简单,仅有外带上的红色方形商标装点,展现着使用者理性的特质。 而除了掀盖上方的方形拉链带,内里亦可扩充容量,且翻开上盖之后,便会发现主内带前方还有一个小型收纳带。 想必可容纳不少随身物品。 加上厂商皆使用高品质的YKG拉链,齐滑顺的手感与耐用的持久度、低故障率,都能提高翻着物品的效率。 黄论本品的肩带更采用独特的五金配件,方便快速地调整长度,也让肩背感更加舒适。 若是觉得平日的装扮太过单调且少了点新鲜感,不妨透过这款质地亮面的油拆包,来让身边的人惊艳一番。 本商品拥有经典牛拆包应具有的特点,例如方便开启的宽大前盖,以及可容纳书籍,讲义的方形空间。 而整个包体皆采用防水材质,若遇到临时落雨也不担心其中的物品会受到影响。 且因采用全黑配色,整体来说外观,并不会太过浮夸,适合搭配黑色小洋装,或套装,呈现出俏皮又跳脱传统的一面,追求独特性的朋友可别错过咯。 现代人讲究高效率的生活,让品牌商构思出这款讲求简约便携,收纳方便的油拆包。 它以时尚利落的线条,勾勒出包款的摆大造型,能轻松搭配都会,休闲地装扮,并以容易操作,使用的机能性造成流行话题,故成为了品牌系列油拆包中的经典代表作。 本品中等的尺寸,足以放入小型笔垫、教科书、钱包等物品,除了结合略有宽度的背带提供稳固的背负感,并额外在身前有一条可拆卸式的固定带,让使用者在都市快速移动时,能更展现出帅气又利落的身影,且不怕包包不小心掉落。 由台湾同志游行主办单位所推出的这款商品,是由本土设计师亲手设计,不仅具有极高的辨识度,与纪念价值,还将品牌招牌的魔鬼站运用的淋漓尽致。 除了开合处之外,外层也设计了一大片可自由运用的空间,若搭配随包附赠的布章,便能随贴随年打造属于自己的风格,同时秀出身为彩虹公民的骄傲。 延续了品牌好装且耐用的特性,它不但是一个吸睛的潮流单品,同时也是实用的通勤包,加上简约好搭配的外观,作为展现自我的外出包也完全可以胜任,这时是一颗非常理想的万用包款。 拼接手法象征了将纽约的硬派时尚与台湾嘻哈文化作结合,这款设计采用少有的大面积包盖,呈现出大胆自由的意象,搭配CPT&Hook。 招牌的日式刺青图腾,不仅是能低调展现自身品味的时尚配件,不招摇的黑灰配色作为上班学的日常用包也完全不显突兀,背起来相对显得没有压力。 除了宽敞的收纳空间之外,上方的提拔也为携带方式增添了更多变化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本包款还加入了Fixed Gear单车元素,因此对于习惯骑车通勤的朋友来说,也是值得纳入考虑的单车包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